今天正好赶上我开油管频道整整两年 想掏心窝和大家聊聊天 说点心里话 谈谈钱也说说爱 极此机会我还必须要和大家道个歉 暴露一下墨镜姐的真面目 让大家看看墨镜姐到底是何方妖狐 强调一下 这次的标题真的不是标题的 看到最后你就会知道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背景和平时不一样 现在你看到的是犹他州的大盐湖 这是十几年前 我搬来犹他州去过的第一个州立公园 我的第一个家就在公园门口 今天起了个大早 专程来看盐湖日出 我就在这里和大家边走边聊 也带大家看一看 这个西半球最大的咸水湖 看完今天的影片 对你来说 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决定 是否需要关注我 我是否值得你信任 大家好 我是墨镜姐易莎 9月9日是我的生日 也是我做视频两周年的日子 首先 要在这里感谢很多朋友 在这两年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没有你们 我不会坚持到今天 虽然观众订阅数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但这两年在YouTube上的经历和感受 还是值得好好讲讲的 作为关注宏观经济和美国房市股市的财经频道 离不开谈钱相关的话题 今天我也想聊聊自己的金钱观和对世界的态度 现在的自媒体这么多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有限 与其关注一堆似是而非的频道 不如找到一个你真正喜欢 或者是正好相反 你非常不喜欢的来关注 关注自己喜欢的频道好理解 可为什么要关注自己不喜欢的呢 请容我细细道来 在我正式开始之前 还请大家记得点赞支持 也欢迎留言发表高见 在这个世界上 钱和情这两样东西几乎左右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不瞒大家 我从小就喜欢钱 从18岁开始就想挣钱 当然那时候除了钱 还有更伟大的梦想 大学时在学校打工挣钱 后来在期货和银行业工作 还开过店也开过公司 总之我年轻时做过的职业几乎都和挣钱有关 可是本质上我又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幻想一个美丽的没有额与我诈的世界 所以过去20年业余时间我也做义工 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 有一天能看到这样的世界 对我来说 活在当下这个世界 没有钱万万不可 但钱绝对不是最重要的 我家孩子小时候 我就教他们一些投资理财的常识 说实在的 他们没有兴趣了解 作为华人中产家庭 孩子们在物质上从来没有愧缺过 大概也体会不到金钱的重要性 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在14岁 我就鼓励他们去打工 年纪小 找到的工作都比较辛苦 儿子们小时候做过餐馆收台子 救生员 我女儿今天夏天在游乐场打工 非常辛苦 因为是在户外的库属下工作 但是她坚持下来了 也知道挣钱不容易了 但是他们对金钱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我大儿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年轻人 他还在读大学 虽然也打工 但是不存钱 把钱都花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上 他还打算大学毕业后 开着他的破车 边打工 边攀岩 到处旅行 我虽然担心他以后的经济状况 但我并不想价值他的选择 我不能说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对的 毕竟人生真的苦短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很多财经博主都在说 我们要如何为退休做准备 这没有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是否能活到退休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 具备挣钱的能力就好 有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去做吧 如果能把自己所挣的留一部分做投资 就是最好了 像我二儿子就知道把打工挣来的钱 投资一部分在股票上 小女儿储期打工也是把钱都存起来 我正在打算帮他开一个Ross IA的账号 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 即使在同样家庭长大的孩子 还是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何况这个大千世界的其他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观点和视角 真的非常正常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样的话 这个世界就没有意思了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爱财不贪财是我对自己的定义 我会努力挣钱 但我不会被金钱绑架 成为钱的努力 到我这个年纪了 世界观价值观已经基本定型 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并不需要为三斗米而折腰 说实在的 我觉得自己算不上一个成功的油管博主 YouTube上人才极其 比我做的好的财经博主多了去 有很多出色的年轻人 挣点小钱真的并不能支撑我在内卷严重的油管上坚持坐下来 主要还是我喜欢分享 也很喜欢金融财经话题 二来我也很喜欢挑战自己 坦率的说我觉得做视频博主并不是我的强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看到自己一直在成长 在进步 现在回头看两年前的影片 简直看不下去 可是那时候已经是我的最好水平了 时至今日我已经总共做了100多期影片 根据有个YouTube老师的说法 做100期影片才算是刚刚开始 毕竟顶部的博主就那么几个 对大多数人来说 能混个脸熟就不错了 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觉得我对自己要求不高 如果从视频的趣味性和收入的角度 应该说我并不满意 比如说收入和投入是不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做视频还没有给我带来正现金流 也算不上被动收入 我的视频内容太枯燥了 这是我想改进的部分 还有因为周更我不得不放弃很多话题 这也是遗憾之一 但是我对自己提供的内容是问心无愧的 所有的内容都是经过禁止调查之后做出来的 制作也花了很多时间 的确都是我的用心之作 也许水平还不够高 但对得起良心了 有一点我必须要和大家道歉的 就是我的标题有时候是有标题党的嫌疑 有时候看起来有点惊悚 这的确是我做的不够好的部分 虽然说这是做YouTube试图吸引更多观众的一个技巧 但也并非人人能接受 所以在此对感到受到伤害的朋友倒一声歉 希望大家不要只是被我的标题吸引 最重要的是看看内容 也欢迎大家留言 谈谈你们对标题党的看法 接受的话是A 不接受是B 无所谓就留下C吧 前面我谈到我的影片都是做过禁止调查的 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可能不讨好的事情呢 这个世界现在绝对不缺少信息 这是一个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时代 真的假的真真假假的信息 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现在很多新闻媒体已经失去了可观公正的媒体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 必须和自己报道的事件保持距离感 不可以对他们所报道的事件掺杂任何个人观点 这是做新闻的基本原则 现在很多自媒体都是分析这些新闻 这些分析一般来说都具有很强烈的个人情绪 另一方面 现在大数据会把你喜欢看的内容 推送给你 如果大家经常使用YouTube 谷歌脸书微信等等 你就会发现 只要你稍微表现对某个产品某件事感兴趣的话 你立刻会看到很多相关的广告和相关的信息扑面而来 这个看起来好像挺好的 可以帮你过滤到你不喜欢的东西 久而久之 你再也听不到和你不一样的声音 你只会看到你喜欢的内容 你眼睛里的世界将变得很单一 这个世界只有一种自己喜欢的声音真的很好吗 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很好 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躲在自己喜欢的世界里享受现实安稳的感觉 但是你喜欢的未必就是真相 尤其当你看到的听到的信息 关系到我们身心健康财务健康时 如果你不信相信了一种错误的来源 相信了错误的信息 那么带给你的可能就不是心理上的快感了 而是巨大的损失 大部分的新闻事件对我们个人生活影响不大 当娱乐了解一下就好 但是有些信息 比如财经新闻 就会对我们进行一些重大的财务决定时 比如买卖房屋投资股票时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对抗这个世界的混乱信息 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做好尽职调查 买过房子的朋友都知道 卖方和经纪人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可能会有意无意忽略一些 对你来说重要的信息 所以一般房子签约后 都会给买方一个禁止调查的时间 那么我们要如何做信息的禁止调查呢 当你看到听到一条消息时 首先应该问的是这是真的吗 这就是第一步 然后你可以去搜索不同的媒体 在美国大部分媒体都是偏左的 你就可以去听听偏右媒体的想法 如果你能找到第三方的独立信息 当然就最好了 我认为除了关注自己非常喜欢的 也可以关注自己不喜欢的 在对于不对的冲撞中 才有机会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这才是如今世界最缺乏的 你可能看到这边说是真的 那边说是炒作是造谣 那边说被证实了 这边说还有引擎等等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都希望能看到一个官方的说法 那么到底谁的说法才算官方呢 因为政党之争利益驱动在里面 政府的说法现在也不靠谱 美国有美国的说法 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其他国家也有他们的说法 到底谁才算官方呢 所以官不官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做完尽职调查 你愿意相信的那个观点才是重要的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 我们千万不要只听一面之词 不要只遵循某一种观点 或者是某一个人的观点 我曾经发现一个大号的油管财经博主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采用错误数据误导的现象 而那是大部分人看不出来的 多方面的收集情报 综合性的分析 总结出自己的看法 当你进行独立思考后 即使你的观点和其他大部分人都不一样 我觉得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本职工作的便利 我很想帮助大家做好尽职调查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 看大量不同来源的报道 我的影片一周只出一次 看起来好像很佛系 很轻松 其实我的每一个话题 每一个数据 都尽最大的可能 至少查看三种以上不同的来源 我才敢引用 这也是我一直不敢为了增加频道流量 多做影片的原因之一 从这一点上讲 我觉得自己是值得信任的 但是我是不是真的就没有问题呢 当然不是的 我原本主要想通过数据和事实来说话 后来还是有意无意 会加入自己的观点 这样我的影片可以说是 我做了尽职调查后 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可是我的判断并不一定总是对的 个人的观点会因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 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 这是人性使然 无关对错 即使是财经话题 也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有人看涨 有人看跌 谁是最后的一家 很难一概而论 说到这里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希望我只是做尽职调查 综合三种以上信息来源的话 请留言一 希望同时听到我的观点 留言二 怎么样都可以的话 就留言三吧 我会考虑大部分朋友的意愿来调整我的影片内容 好了 到了揭晓墨镜节 到底是何方狐狸的时候了 关于狐狸的说法 这次真的不是标题党 做了两年的油管博主 收获了不少好朋友 也给自己招来不少仇恨者 记得两年前 我的第一个视频 我的美国梦实现了吗 就已经招来了仇恨者 应该说 从做视频的第一天起 我就知道网络世界的险恶 这是一个视频博主必须要面对的 大小博主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做视频绝不可能讨所有人的欢心 比如我讲房子的话题 得罪过不少地产经纪人 讲美国的话题就存在左右观点的分歧 讲中国相关的话题 就会招来玻璃心小粉红 上一期讲中国经济的视频 就招来不少仇恨者 以前有人说我是中共大外宣 意在搞垮美国 现在我成了反华反贼 我真是太吃惊了 我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能搞垮美国和中国 真的是低估了自己 看到这个留言我才算明白了 我原来就是那个潜伏深山里的千年老狐 不但极具迷惑性 还具备霍博殃民的本事 太厉害了吧 美国总统干脆让我来当好了 一定比拜登给力 其实我一点也不介意大家 有理有据地反驳我 批评我 但我希望那是理性的 不是单纯的叫嚣和人声攻击 尊重不同的声音也会让我们真正了解这个世界 很高兴的是 大部分我的观众都是理性的 我也要谢谢仇恨者帮我找到这期话题的题目 找个好题目真的很不容易 我不会因为有人退订 有人发表仇恨言论 从此就不再谈中国问题 也不可能完全避开政治 谈经济 否则就像有的网友说的那样 是盲人摸象了 当然我的重点还是会放在美国市场上 我实在没有太多的经历 关注两国的所有事情 就像我前面说的 我的每一个视频都需要做禁止调查 不是张口胡说的 虽然歌功颂德 或者猛烈攻击任何一方 都可能给我带来更好的流量 但那的确不是我想做的 以客观公正的态度 讲述经济问题 包括各种实用干货 如果因此能帮助普通人建立良好的财务规划 从而安居乐业就是我对自己频道的期望 说了这么多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 不喜欢的话也可以退订 从此以后少了一个眼中钉 让生活愉悦一些吧 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